美国在对我国半导体行业实行出口管制以来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国的企业 但美国半导体行业也遭到了反噬 尤其是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缺心潮来临之时 没有一个国家能安然无恙 一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工作组宣布成立 据中国半导体协会3月11日消息 中国和美国半导体协会宣布共同成立中 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工作组 图片从中国半导体协会发布的消息来看 这个工作组的主要工作内容 为中美两国半导体产业建立一个 及时沟通的信息共享机制 交流有关出口管制 供应链安全 加密等技术和贸易限制等方面的政策 工作组将遵循公平竞争 知识产权保护和全球贸易规则 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中 美两国半导体产业的关切 为建立稳健 有弹性的全球半导体价值链 共同做出努力 大概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保护产业链稳定 各取所需 避免当前芯片供需失衡的情况再次发生 二保护知识产权 这一点对美国最有利 同时也对半导体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 这里说明一下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并非美国官方组织 而是美国半导体挂头所组成的民间协会 两打开僵局的第一步 明眼人已经看到 这次中美半导体行业工作组的消息发布颇有内涵 中国半导体协会CSIA要高调很多 然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CSIA至今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这一在美国政界举足轻重的协会组织 核心成员常可直接影响美国半导体乃至整个科技产业政策 和这样一批人重启对话并非意识 但是 这却是植入核心的切入点 这些在半导体江湖跌打滚爬多年的商界领袖 产业智囊和总统顾问 对于中国产业动态有长年的深入追踪和研究 很多都有中国市场的亲身体验 不少人担任过历届总统科技顾问咨询委员会的座上宾 今年2月11日经历严重的芯片供应链短缺之后 英特尔高通美光 AMD等一批理事成员又向拜登总统致函 要求政府提供资金 自助半导体产业 尤其是芯片制造业的发展 拜登迅速在2月24日发表特别行政令以示支持 表示美国绝不会在核心产品与服务上 依赖价值观和利益点都不同的国家 这份行政令上 半导体首当其冲 其他是关键矿产 医药和大容量电池 美国政府将对四大产业进行为期100天的供应链调查 最终报告将成为后续新政的主要依据 他还特别提及 要实现重振半导体制造业的目标 大约需要370亿美金 拜登承诺将在其中大力协助 拜登在2月24日有关半导体产业复兴的特别行政令签署仪式上 可以想见 这样一个组织 将以审慎和保守的态度 对待中美半导体工作组的设立 我们有理由相信 工作组即便无法改变两国产业政策的大方向 但他让双方和新产业界直接对话 是打开僵局的聪明的一步 三资本家的故乡在能赚钱的地方 对于美国而言 强行设账 不仅影响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在华营收 也不利其中国制造基地的产能向全球输送 60年来 半导体产业在美国从出具出行开始 许多企业引以为傲的 是其远超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准的研发投入比 是美国产业学界联手在基础科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大举投入 但是 所有这些先进体制的底部 都是一个充裕的资金持除了政府投入 更需要企业自己造血 我们知道高制程芯片生产线的研发和建设 是极其烧钱的生意 台积电过去的研发投入超过3500亿人民币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中国一年的军费大概是1.2万亿人民币 医保支出大概是不到2万亿人民币 可以感受一下 即便放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层面上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因此 一个体量庞大的全球市场 一个高效益低成本的产业链 才能帮助美国企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巨营收 保证高额的研发资金得以回血 据WSTS预测 2021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同比增长8.4% 达到4694亿美元 30621亿人民币 创下历史新高 具体到国内市场 国产替代加速及供应链下游需求复苏 半导体行业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中国半导体协会数据 我们预计2020年四季度国内半导体景气度将继续上行 全年增速有望达到18% 2021年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一大关 增速达到24%左右 数据来源 中国半导体协会 通联数据中国 不光是美国企业卖货收钱的巨大海外市场 还是他们生产制造 组装转运去其他国家挣钱的制造基地 1万亿规模的市场 没有人敢忽视 4.只有合作才能够 可以说 显有完全能够脱离中国制造的美国企业 而对于中国来说 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 确信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痛 在本土芯片替代政策 已取得明显成效的今天 我们的芯片自给率也只有30% 而至成功一落后台积电将近十年 我们在最需要学习先进 埋头追赶 广开裁员 积累实力的时候 会因为中美之间的技术封锁被拿住7寸 无法施展世界制造中心的伪力 又因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影响 我们还会被美国的盟友国家堵在国门之外 姑且不论是非曲直 中国半导体产业及其关联产业遭受的负面影响 确实会更加深重 此时 企业能做得有限 而政府就成为重启中美对话的决定性力量 2015年以来 国家已在产业政策 基金扶持 本土产品采购和人才培养等多个层面 给予了大手笔的倾情投入 现在 我们又从这条简单 却富有想象空间的产业头条里 体会到政府在多个层面 不同角度的不懈努力 重任在间 我们只能放开心胸 并弃前嫌 用富有诚意的态度铺设信任 争取重要的企业界支持 争得一片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常言道 没有危机 就没有机会现在 正是考验双方的时候